如果長期發展而言 那這個量其實還是不足了 因為台南稱為自下市之後 我們也希望這個城市能夠持續發展 不管是民生用水或是工業用水 甚至要保障農業用水 這個都需要水源 因此我們在讓南科由20萬噸增加到25萬噸 那個是在110年的時候才會達到這樣的需求 不過我們不得不為南科未來發展及早做規劃 那它的水要從哪裡來呢 一開始短期內當然是經由加南農田水利會 自來水公司以及水利署水資源局 大家的水源調度 在不影響農業用水民生用水的狀況之下 我們來供應南科的用水 但是呢中長期我們會用水資源再生中心所提供的水 包括我們永康水資源再生中心 以及現在的安平水資源再生中心 我們會提供水給南科來使用 所以應該沒有環保團體所擔心的 我們用了農業的水去成就工業用水 這點應該是誤會